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快报 这期快报的内容主要是讲到最新的一条消息 就是上海有195万的中共党员的名单被泄露出来了 这个消息是在今天也就是13号的时候爆出来的 我们观众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已经14号了 这期节目我们会放在14号早上来发 因为13号有另外一个关于美国大选的进展的一个节目 所以说我就是分开了 那么至少在我们现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美国政府还没有任何的反应 还没有任何的回应 但是至少在英国 英国已经有一些政府的机构 政府人员开始有回应了 那么这个名单到底是怎么泄露出来的 而且在这个名单上面这些人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最早是通过一个加密的应用程序叫Telegram 通过这个软件 某个异议人士把这个名单传给了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这个跨国议会联盟是由100多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议员组成的 他们组成这个联盟是针对中国的威胁 那么这个联盟获得这个信息之后 经过专家的认定 然后他给了媒体 那么媒体就发现这195万个中共党员 分别在7万9千多个不同的机构里面工作 其中也包括了很多的跨国财团 跨国企业还有些学术机构 甚至是政府部门 据美日电讯报报道 其中就包括了英国驻上海的领事馆 还有各大银行 以及英国美国的著名的制药公司 像辉瑞 还有航空巨头 波音 空客 这些大企业 涉及到一些敏感信息的敏感技术的企业 都有中共党员在工作 然后媒体还发现 其中有一个中共党员 曾经在英国的 St Andrews大学上过学 然后后来在各个国家 驻上海的领事馆工作过 其中就包括英国领事馆 而这个人的工位 又和英国的军情六处 驻上海的人员的工位 是很接近的 所以他们怀疑 英国的驻中国的情报人员 可能的信息都已经泄露出去了 还就是中共党员 进入了英国的很多大学里边 参与了非常敏感的技术研究 包括航空 航太 化学 空客 还有波音 劳斯莱斯 这些具有国防工业性质的 这些企业 他们内部都有中共党员的渗透 其中这个名单里讲了 2016年 英国扎打银行和汇丰银行里边 就有多达600多名中共党员在工作 还有就是大制药厂 辉瑞和阿斯特杰利康 里边有123名中共党员 那么很多人说 中共党员只不过他们是为了升职 加薪 为了升官发财 所以才入党的 并不是真正的有意识形态的信仰 并不是真正的相信马克思利宁主义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很多中国人基本上没有什么信仰 但是他既然加入了共产党 他就要宣誓 对吧 宣誓词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中共的宣誓词是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 履行党员义务 执行党的决定 严守党的纪律 保守党的秘密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 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永不叛党 我们都知道 在西方这些国家 西方民主国家 没有政党 是有这样的一个入党的要求的 他可以跟加入黑社会的誓词 基本上差不太多 为了组织可以献身 献出一切 共和党 民主党 什么加拿大的自由党 保守党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 他都是比较松散的柔性的政党 不可能像这样的一个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权政党 你进入这个党了 就等于上了贼船了 你今天想下都下不去了 你要永不叛党 而且党做什么 你都要尊重 你不能有自己个人的意志 你不能有个人的良心 这不行 党让你做什么 就做什么 哪怕是侵犯人权的 哪怕是反人类的 你都得做 你都得做 因为你已经宣誓了 你说了 你要执行党的决定 你说了 你要对党忠诚 什么叫忠诚 就是别人下的命令 你就要完成 那么如果这些中共党员 渗透在西方社会 各个角落的中共党员 他们如果真的忠诚了 他们真的发挥了 党的优良传统 他们真正的跟从党的 决定的话 那么党万一是 有些决定 是侵害这些国家的利益的话 这些人也会这么做 哪怕他们已经入了 什么西方这些国家的国籍 哪怕他们已经长期 在国外生活 那也没有用 因为你是党员 你是党员 你就是有可能要为党干脏活 累活的 那么党现在已经在全世界 可以说臭名昭著了 违背整个西方的普世价值观 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权 这个党组织 本身就已经被西方看作是一个敌人了 现在情况已经开始转变了 已经变成敌人的形象了 这个时候党员 那就很明显是安插在西方社会的一个装脚 有可能要颠覆西方社会 西方民主制度 并且破坏外国抗衡中国的努力 所以说这些人都是威胁 对于西方国家来讲 不光是西方国家 还有东方国家 什么日本 对吧 这些国家一样 对他们来讲都是威胁 所以说 我觉得 习近平在党内要清党 同时在海外 在西方世界 在自由世界 也要清党 清党不是内部的清党 而是清的是共产党 这个消息传出来 其实我们看到之后 并不会觉得特别惊讶 因为中国共产党过去几十年来 通过改革开放 通过融入全球化 通过接纳资本主义的部分的元素 并且跟国际接轨 对吧 跟西方世界友好 它实际上已经是渗透整个全世界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已经出现这个名单 实际上只是一个佐证而已 只是证明我们之前的论断 我们之前提出的警告 是靠谱的 我想美国的情报机关 英国的情报机关 也会对这些有所掌握的 但是这些名单流入到民间 流入到媒体上面 这也是比较少见的 那么这个少见的原因是怎么 就是现在西方已经开始 要加强对中共的抵抗了 那么现在眼看着 有可能拜登就要上台 那么很可能就会随静 所以西方的有识之士 他们必须要动作起来 包括美国的情报机构 包括整个全世界的情报机构 包括五眼联盟 他们都有一点点担心 担心拜登上台之后 可能会随静 可能会让中共更加的钻空子 继续的去渗透 统战大外宣 而没有能力去抗衡 因为害怕在经贸方面有损失 怕民主党背后的华尔街有损失 那么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把这些事情炒作起来 让中国威胁论能够深入人心 让全世界都能够警醒 意识到中共的威胁 中共的渗透 等营造出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时候 虽然这个氛围跟麦卡锡主义 还差着很远 但是朝这个方向 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有利于未来全世界联合起来 对抗中共 确实这也是事实 对不对 只是把这个事实 一部分事实拿出来讲 包括之前在加州的女间谍也一样 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讲 实际上这个早就知道了 这个情报机构早就掌控了 但是他现在拿出来告诉大家 告诉民间 就是要防止未来 有些亲共的势力 会上台 会随进 这样的话会损害这些国家的国家利益 我想这个是把这个事情 曝光出来的背后的一个目的 但是同时这个名单的真实性 我觉得也是基本靠谱的 那么这也是冰山一角而已 他不出这个名单 我们也能想象的出来 中共在全世界的渗透 有多么的深入 但是这种事情讲出来 其实也能够给全世界的政商界 包括人民能够有一个警醒 所以这也是一件好事 这期的快报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